出国县疫情发生后,我们列举定体保障机制,统筹做好物资保障、困难人员、帮扶等工作。 在生活物资保障方面,抽调专人则热泪、蔬菜、粮油、副食品供应和物流配置等各项工作。 加强供应点等人员立即场所疫情防抗和供应保障情况监督检查。 做好购物分流、检测、检测、通知消毒等疫情防抗工作。 扑出抓好困难群众各项生活保障工作。 安排村、社区业务做好营购物、公榜、残疾人等特务群体的慰问保障。 即时向低保护、困难家庭免费发放生活必需品。 解决好实际困难和问题。 在医疗防抗物质保护方面,全力做好防抗消毒用品、医疗药品、器械等疫情防抗物质的生产、调运、储备、供给工作。 确保医疗设备和硬军支保障充足。